花蓮音乐之父郭子舅 成为花蓮写下宪歌 花蓮高中写下校歌 创作出多首花蓮学生时期 快制人口的合唱曲 而花蓮县郭子舅文化艺术基金会 为了引领孩子亲近认识 日前在郭子舅音乐文化馆 举行回忆时光 郭子舅插画故事展 以插画绘本 讲述郭子舅老师音乐人生的阶段 也预计明年以绘本推广校园 从今天开始展出到28号 也欢迎花蓮乡亲一起回忆音乐时光 于1919年出生于屏东 成名其终老于花蓮的郭子舅老师 自幼兽教会唱诗班启蒙 自学多种乐器 在花蓮高中任教长达37年 创立花中管乐团结合唱团 变撒音乐种子 也冲着无数快制人口的经典传唱歌曲 日前花蓮县郭子舅文化艺术基金会 与郭子舅音乐文化馆一馆 举办回忆时光 郭子舅插画故事展 未来将以生动童趣插画 诉说过此就传奇人生 前进校园分享给学龄孩童 其实绘本创作其实非常棒 而且它可以通过里面的故事 用创作用书的方式 书解的方式 还有一些土味创作插画的方式 去介绍老师的生理故事 其实这个绘本也 我也希望郭老师能够申请 文化局明年的有一个一文书版的补助 虽然额度不是很大 可是我觉得对补助还是有一点点注意 希望这绘本未来能够推动到我们一些的国中小学 让真正的幼儿园小朋友能够去 因为他有注意嘛 所以其实绘本是非常容易阅读 也可以亲子共犯 真是爸妈教小孩子 或阿公阿妈陪孙子一起来共读 也希望这本绘本能够让 更多的小朋友 更多的画链能够看到 以及了解跟深入了解 郭植蓉老师对花莲的贡献 大学的专题就是在做郭植蓉老师相关的 那在这部分我觉得他的故事还蛮感人 因为他一路是从屏东 然后来花莲这边一个人 然后他其实只有没有高中毕业 然后就自学一些乐器 然后就开启了他的音乐的路 那在这过程中 我觉得他的牺牲物献 他的故事其实都还蛮感人 像是他们家境不是很好 那他从小就自己出去赚钱 然后一路这样存钱 然后自学 然后去做这个音乐教育的部分 那我觉得其实他的故事 可以弄成比较简单可爱的插画形式 让更多的小朋友知道他的故事 因为这附近也很多学童 然后小学的学生会来参观 那在参观的同时 我们可以搭配就是插图的 让小朋友去了解这个人的路线 基金会将华莲高中对面四栋教师宿舍 修复活化为过子救音乐文化馆 一管陈列启用过的乐器 文件影像著作等作为常设展 郑元雅耗时一年半会制 最终以12页的篇幅 讲述过子救老师的音乐人生阶段 基金会执行长周更立表示 因基金会运作管设监营不易 会本出版计划一度歌制 如今重启计划并预计明年出版 未来将增添多媒体和互动游戏装置 带领下一代进步认识 养欢型大众对华莲的美好回忆 接着长帮演华莲师报导